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 各位大师 国家 各位嘉宾 老师们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 我们在 澳洲金总学院 观看一条龙 学校 教学一件事 非常的欢喜 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在 提倡 复兴中国的 传统文化 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 是爱的教育 孔子乐 真人 孔子乐 曲艺 发展开来 效体中心 仁爱和平 就能够让天下太平 世界获写 人人都能学到 小题中心 就能把人爱和平 落实在 厨师待人节物 就可以帮助世界 化解冲突 恢复安定祸 传统文化 怎么来复兴 一定要从小扎梗 所以 很早以前 我就有 办一条龙学校 想法 一条龙的学校 是什么 就是中国 几千年来的 私俗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 孩子 年岁 会说话 能说得很清楚 就像私俗 开始 教伦理 教孝顺父母 尊敬老师 砸下 神弦教育 的梗 小青春 是 小学 是做人的教育 学会 做好人 像 像功劳父子一样 温厚 善良 公信 借鉴 忍让 中学的教育 在向上提醒 教人办事 由此 居住了 做好人 会办事的条件 大学教育 教导 教导我们 治国 平天下 把世界 带向 安定和平 这种 一条龙的教育模式 现在管用吗 管用 台湾 鸿鸣实验中学 他们完全采用 这种传统的教育 培养出来 很多 德才兼备的 好学生 希望 各位大师 嘉宾们 能到鸿鸣学校 去参访 现在 澳洲 图文堡 也要开展 这种 一条龙的教育 我非常欢喜 如果 每个国家 都能建立 一年俗 这样的学校 世界和平 必定能 实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